欢迎来到咱们今天教育晚上的公开个个堂 然后我是思远 今天晚上给大家讲的案例 是用Python的一个爬虫程序 去采集去哪儿旅游的一个勾掠信息 并且去做一个可视化的一个展示 然后我们今天用到的一些模块 还有这个环境 大家如果不会安装的同学 可以自己去安装一下 好吧 那相关的这个安装教授的话 在我们助教老师那边 都可以直接免费的去领取 同样对吧 如果你还没有加过 咱们助教老师的同学 可以记得去加一下 咱们这些课课后的录播回放 还有一些安装教程以及资料 全部都可以直接在助教老师那边免费领取 好吧 OK 那这些课前的介绍大概就这么多 咱们接下来准备开始讲今天的内容 在正是讲这个案例内容之前的话 还是先问一下 各位同学的一个技术情况 如果大家对于爬虫是一个零基础的同学 对于爬虫是一个零基础的同学 可以在公屏上敲个零 我看一下 好吧 如果你是有一定基础的同学 平时学过爬虫 并且能够自己去写出一些爬虫案例的同学 可以在公屏上敲个一 好吧 那我先看一下大家的一个基础情况 然后本节课的内容呢 同样会根据大家的情况 去进行一些调整 好吧 我看了一下啊 大部分同学好像都是零基础同学 是吧 我们先给大家讲一下关于一个爬虫案例的一个基本的实现流程 以及一些步骤 好吧 先给大家讲一下这方面的一个东西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也会按照这一个步骤去把今天的一个案例去实现就行 OK 咱们这边的一个今天的一个案例实现啊 其实主要分为几个方面 第一方面的话呢 是我们的一些需求分析 对吧 需求分析啊 就是首先第一步 我们在采集一个网站之前 咱们先得要知道 我们需要去采集哪些数据 对吧 需要从这个网站当中去采集哪些信息 那这是我们要确定的这个第一步 对吧 需求分析啊 就是我们去写一个爬虫案例的时候 就是确定需要的数据 然后第二步号呢 就是你把这些数据确定完了以后 你要去找数据的一个来源 或者说叫数据的一个真实来源 好吧 那这个其实指的就是 我们在网页当中所看到的这个内容 它不一定 它不一定就只在这个链接里面 它不一定在这个链接里面 我们需要通过某些工具 去分析这些数据的一个真实来源 好吧 稍等我一下 这个我的截图软件 不小心关掉了 我重新开一下 看一下截图啊 OK 好 那其实这个两个步骤 就是我们在做这个需求分析啊 主要要去实现的事 然后确定这些内容以后呢 才是咱们第二步的一个代码的一个实现 对吧 就怎么去写代码完成我们这一些需求 完成我们这一些功能 对吧 这就是第二步 代码实现 那对于咱们爬中的代码实现呢 其实总共会分为有四个步骤 那第一个是发送请求 第二个是取数据 第三个呢 是提取数据 最后一个呢 就是保存数据 那其实我们整个今天的案例呢 就会按照这么两个大步骤 去实现 那么首先呢 我们一个一个来 然后第一个 我们先确定需要的数据内容 那我们要去做一些 理由攻略的一些分析啊 那么首先的话呢 我们要去采集这个网页当中的数据 对吧 那采集这个数据呢 我们需要哪些自断信息呢 首先大家可以自己 想一下 对吧 我们如果说要去做一些 这种攻略的分析 那我们哪些东西 可以作为一个 咱们去分析的一些条件呢 对吧 就我们在做一些分析的时候 哪些自断对于我们去分析 会有一定的影响 那首先第一个 是不是它的这个标题 对吧 这篇文章的一个标题 那除了标题以外呢 还有它的一个时间 对吧 还有它的一个行程 究竟有多少天 以及它包括 它的一个人均费用 对吧 那至于这个照片呢 其实无所谓 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跟谁去旅游 对吧 然后还有就是它后面的一个 观看的一个人数 以及它点赞评论的一个数量 那其实像这些都是我们 所需要的一些 关键性的一些字眼 对吧 这个图不见了 然后呢 我们再往里面看 点进去看一下 看这个里面有没有我们 更加就是在外层 看不到的一些东西 对吧 我们更加需要的一些信息 我们可以看到在下面 其实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内容 对吧 那这个内容的话呢 其实你可以去存 也可以不用存 就大概知道就行了 然后另外的话呢 就是在这里啊 它有一些玩法 对吧 在这个位置 它有一些玩法 然后这个玩法的话呢 其实在外面我们是 看不到的 对不对 所以呢 如果说我们需要去做 进一步的分析呢 可能在这个里面 我们还是 还需要去采集一些数据 对吧 但是由于现在 我们还是作为一个 没有太多基础的 这个方式啊 因为现在很多东西 都没有太多基础 那所以呢 我们就以这一个页面 来给大家去举例子 我们先去采集 当前这一页 当中的这一些数据信息 对吧 的这一些信息 这些数据内容 我们先以这个为例子 去进行一个采集 至于说 它的详情页 对吧 以及呢 我们在这个页面 对吧 可以去点击下一页 这些东西 我们都可以直接 在后续去分析 好吧 爬虫都可以这样 什么叫爬虫都可以这样 那爬虫的作用 其实主要分为两方面啊 给大家讲一下 爬虫的作用分为两方面 第一方面是 数据的采集 对吧 我们可以去网站当中 去批量的去采集一些 我们所需要的这个数据内容 数据信息 然后另外呢 对吧 另外 另外的话呢 爬虫还有一方面的作用 就是 模拟咱们用户的一些行为 比如啊 比如我要在这个网站 实现一个登录 或者搜索 对吧 或者说我要去抢购 对不对 我要去下单 我要去模拟这个用户 执行一个点赞评论等操作 那爬虫都是可以去实现的 OK 就这些操作的话呢 整个爬虫 其实它都是可以去实现的 不管是模拟用行为也好啊 还是去实现这个数据的一个采集 爬评论 爬文本 爬音频 爬视频 都是可以的 好吧 那这就是整个爬虫的一个作用啊 OK 然后我们今天做的就是属于数据采集类的一个爬虫 对吧 OK 然后呢 当我们确定完这些数据以后 我们说要去找到这个数据的真实来源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所谓的真实来源 就是说我们要在这个网络面板当中啊 大家可以通过右键点击检查 可以点到这个网络这里 或者说呢 可以使用F12按键点到这个位置 对吧 如果你这两个按键都坏了呢 咱们这个右上角啊 浏览器的这个右上角 我用的是谷歌浏览器 那根据你用的浏览器不同呢 它的这个界面可能也有一些细微的区别 好吧 这个大家可能自己要去看一下自己是什么浏览器啊 好吧 尽量的跟我用一样的 因为界面不同的话 你可能有一些操作会跟不上 好吧 然后如果是中文的话呢 你可以在这个右上角有一个设置 有没有 如果你的是英文版本的啊 可以在这个右上角这里有个设置 然后设置完了以后呢 在这个位置会有一个语言 你可以给它选成中文 或者说其他的语言 都是可以的 这是关于这个面板的一个语言的选项 你可以去将它更改成为中文的一个形式 这样的话就OK了 好吧 注意啊 这个旁边也有一个设置啊 这个设置不是的啊 就不要点错了啊 这个设置是弹出的这里的框 对吧 然后我们要点第一排的这个设置 好吧 OK 然后浏览器的不同 这个界面不同啊 尽量用谷歌 这个我就不强调了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网络面板以后呢 它的英文是什么呢 叫Network N-T-W-O-R-K 叫做Network 好吧 然后呢 我们打开这个面板以后呢 我们干嘛呢 刷新一下网页 对 我们需要刷新一下网页 让整个页面进行重新的加载 因为这个网络面板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用来去记录咱们浏览记当中能够看到的 或者说能够听到的所有内容 只要我们在这个上面 在这个里面能够看到 能够听到 我们都可以在网络面板当中找到 好吧 这就是它的一个作用 所以呢 为什么现在我们要刷新呢 因为这个面板 它是在我们打开以后 才会开始记录信息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刷新一下网页 才会有内容的出现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里面呢 当我们点完刷新以后 它里面出现了非常多的数据 对吧 出现了非常多的数据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干嘛呢 我们要从这个网络面板当中 去找到这个数据的一个位置 找到我们在这个页面当中看到的这些数据的一个位置 对吧 要找到这些东西在哪 那怎么去找呢 对吧 这里面包很多啊 对吧 我们如何去快速的找到我们需要的这个信息在哪呢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搜索 那这里有个搜索按钮 按摩 点一下 然后呢 在这个搜索框当中 我们去输入对应的这个 呃 这些字 对吧 对应的这些详情信息 或者说我们可以搜这个日期 我们也可以搜这个多少张照片 对吧 还有这个人均情况 那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去进行一个搜索 好吧 都可以去进行一个搜索 vé to do 就是关注的一个中文哦 就是我们在这里呃呃会就是要做的一个事 嗯 呃 不是说谷歌浏览器是英文的啊 这个呃 面板的话你是可以自己变成这个改成这个中文的一个版本啊 如果还有同学的这个界面是英文的话呢 你也可以自己去找一下啊 在这个右上角这个设置里面看能不能找到那个runnerage 对吧 就是那个语言啊 然后给它改成中文啊 这个都是可以的啊 然后有些东西可能更加习惯用英文 对吧 这个也很正常啊 像我一般不讲个的话 我自己的电脑都是这个英文的版本啊 OK 呃 然后呢 我们直接来去搜索对应的这些词条 好吧 直接去搜索对应的这些词条 呃 就是咱们在这个网页当中能够看到的内容 我们直接复制一段下来 然后去搜啊 就是复制的必须是你要采集的内容啊 好吧 就比如说我们要采集的是这一个 对吧 那我们就得去搜这个词啊 我们就得去搜这句话 对不对 当然这么搜 也能搜到 看到没有 也能搜到 OK 那其实就没问题 对吧 直接搜完以后的话呢 他就会给到我们的一个结果 给到我们对应的一个结果 然后在这个结果当中呢 我们可以点击一下啊 在右边就会弹出一个窗口 那这个窗口的话 就是指的我们真实的一个数据的位置 那大家可以看到 就在这里 对吧 他有我们的这个信息 那这个位置是响应 什么是响应呢 响应就是这个服务器啊 给到我们的回复 对吧 我们浏览器访问网站 实际上就是访问的服务器嘛 对吧 然后我们这里的话内容 其实就是服务器 给到我们的一个访问之后的一个回复 那么他是访问的哪个链接呢 我们在这里可以点击一下这个标头啊 在标头这里的话呢 有一个链接 对吧 然后这个链接呢 他就是我们需要找的一个真实的数据来源 对吧 他就是我们所谓的真实来源的一个地址 OK 这个怎么按出来的 真是我讲一句忘一句是吧 都这么玩是吧 这个我刚讲完这一句 就忘了上一句 完美的演示了什么叫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哎哟笑死我了 不愧是Hello World 这个名字很棒 然后在这里啊 有一个搜索按钮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有一个搜索按钮 点击这个搜索就可以弹出这个窗 看到没 Alt加F4 你扯淡 听他们扯淡 Alt加F4 你们这群人坏了很 OK 不会有人按了吧 不会有人按了Alt加F4吧 不会吧 不会吧 用哪个模块来教 我们发请求的话是用request 这一位同学啊 然后解析数据是用这个parcel 保存数据呢 我们保存为表格的话用sysv Parsal用过吗 有没有同学用过parcel的 然后 等一下啊 一进来就说坏 你是说哪方面的坏啊 没事没事啊 这个不该听的就不要听啊 好吧 不该听的别听啊 这个别被网友带歪了啊 然后现在啊 我们已经确定了这个数据的一个地址 对吧 然后大家会发现啊 这个地址 它其实和我们在链接 不是 这个导航栏 呸 这个导航栏上的这个地址 是一样的 对吧 看没 是一样的 那这个代表什么呢 代表我们刚刚脱口子放屁了吗 没有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里是为了去找真实的数据 现在我们找到说 这个数据它其实就是这个链接当中 对吧 那代表一件什么事呢 代表着说 它是一个静态数据 你看吧 它是一个静态数据 也就是这个数据 它其实在网页原代码当中 其实就有 对吧 就是我们所提到的静态数据 就相当于说 解释一下 对吧 当我们在network当中 就是这个网络面板当中 去找数据 找到的数据内容 它的这个请求 它的这个链接 如果和 网页原代码 不是 和这个导航栏上的地址 是一样的话 那么代表这个数据 它是一个静态的一个数据 对吧 我们可以直接请求这个链接 去拿数据 是吧 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数据的真实来源 对吧 那很多情况下 它其实并不是一个静态数据啊 有很多网站都不是静态数据 嗯 OK 所以这个我们为什么要去这么分析 它肯定是有原因的 对吧 不仅得要知其人嘛 还得知其所以人 然后现在呢 我们这里就已经找到了这个链接 对吧 那确定这些链接以后呢 我们还得要去确定 什么事呢 就这些数据究竟在这个里面 有没有 对吧 我们需要的这些信息 它究竟有没有 对不对 1 看到没 0 然后还有在前面 这个位置 它有没有这些信息 对吧 那如果全都有的话 就代表着说 没问题 对吧 直接这么去搜 Ctrl加F去搜啊 鼠标点到这里来啊 你不要瞎按啊 如果说 这个Ctrl加F 我怎么搞不出来 对吧 结果发现你的光标移送了位置 对不对 这里 鼠标光标点一下 然后再去搜 不要乱搜啊 然后 这个这个 而现在的话呢 我们就找到了这个真实的数据位置 对吧 我们所有的数据全部都在这个里面 对不对 啊 我们所有的数据全部都在这个里面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 直接来讲这个代码实践了 对吧 那需求分析的话呢 我们就分析到这里 然后代码实践的话呢 主要流程是这么四个步骤 呃 然后第一步的话是发动请求 啊 就是说我们去 呃 用代码的方式去访问这个网站 对吧 然后获取数据的话呢 是从这个网站当中 把对应的这一些数据内容 比如说 诶 我需要网页元代码 对吧 那我就将这些内容拿到 对吧 然后取数 不是 这个提取数据是什么呢 啊 就是把我们所需要的这些自断信息 单独的提取出来 明白吧 然后最终保存为一个表格 那这个就是整个的一个案例流程 好吧 然后接下来我们先下代码 首先第一步啊 我们先导入一下这个request 啊 这个的话呢 是干嘛的 对吧 啊 发送请求的 对不对 呃 什么是发送请求呢 其实呃 简单里讲啊 就是我们代码当中 用来访问网站的魔幻 人家说啥 脱固子放屁 是因为肚子疼时 不敢堵任何一个屁 逻辑鬼才啊 逻辑鬼才 给他一点掌声啊 哈哈 啊 OK啊 我们先定义链接啊 啊 这个链接是我们接下来要去访问的一个链接 对吧 然后确定完这个以后呢 我们去使用这个request 看嘛呢 我们去访问这个 url 对吧 我们去访问一下这个url啊 呃 就用这个request点一个get 啊 request点get 那为什么要在这里点一个get呢 对吧 因为我们去访问网站 它是有这个方式的 在这个链接的下方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方式是get 对吧 请求方法的get 那么我们在这里去访问的时候呢 也要跟这个网页当中是一致的 它用啥 我们就用啥 好吧 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直接用这个get的方式 去发请求 那请求的话呢 我们先直接把链接给传进来 对吧 啊 直接把链接给传进来 啊 传完链接以后 这么就完了吗 其实 可以算完 我们来看一看 对吧 它给到我们的响应结果 啊 我们来看一看 它给到我们的响应 以及响应的内容 对不对 啊 伏奇给到我们的响应 以及响应的内容 啊 然后来右键运行看一下 嗯 OK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能够直接将这个网页元代码给打印出来 对吧 嗯 从未同学 我感觉你的键盘好像坏了 啊 呵呵呵 这个 漏字啊 然后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 在第一部这里 对吧 它所打印出来的是一个response 200 那它 其实这里的话就代表什么呢 代表这个请求成功 对吧 啊 response 200 就是请求成功的意思 然后第二部所打印的内容就有这么多 啊 然后这个内容里面呢 我们要确定的就是在这些数据里面啊 它有没有我们所需要的内容 对不对 啊 来搜一下 我们直接来搜这么一段啊 Country加F啊 然后来搜 哎 大家可以看到 能搜到 对不对 这个符号是怎么打出来的 我想 想不明白啊 这个东西是怎么打出来的 我操 我靠 牛逼啊 OK 然后现在我们就能看到啊 整个这个内容 对吧 其实 全部都在这个里面 Gate请求 Gate请求 我现在才看明白啊 他其实打的应该是一个Gate Gate请求啊 他这个白话学的不错啊 这个从未同学白话说的不错啊 一定是一个学英语的小能手 是吧 从小你的英语成绩应该特别好啊 然后接下来第三步啊 提取数据 Python有必要使用最新码吗 没必要 Python的话 你 现在 其实 像市场上主流的这个Python版本 呃 应该是3.8和3.6 啊 现在在市场上主流的这个 就是实际上在企业当中 主要用到的版本 应该是3.6和3.8 啊 有很多公司可能现在还都在用3.6的这个版本 啊 然后有的公司呢 可能已经转成3.8了 对吧 然后甚至还有一些公司 还有一些公司用的是 呃 2.7啊 还有一些比较老的公司 他用的是2.7 对 所以像版本的发展 其实整个Python的这个版本迭代是特别快的 但是市场的话呢 不可能用最新的 因为最新的话呢代表什么代表他有很多的这种不可预测的一些不可预估的一些bug 对吧 那这些bug的话呢 如果实际在业务当中出了问题 你说怎么办 你说找谁 对吧 你告诉我 出了问题你找谁 你找Python官方 你找得到吗 哈哈 啊 啊 啊 你猜错了啊 这个从未同学啊 他是想预判我 对吧 但是你预判错了 我接下来不用正责啊 不好意思 好吧 啊 我们在前面就说了 我们用Purcel 对吧 那你来说一下 Purcel应该怎么写 来说一下吧 同位同学 哈哈 啊 有没有双色球预测的算法 参考一下 啊 你去那个 中国福利彩票啊 啊 那个里面应该有 那个算法 对 你可以去参考一下 他们是怎么算的 可以吧 嗯 啊 双色球预测的话 呃 说实话啊 要做预测 其实也能做 但是呢 肯定不会很准 啊 肯定不会很准 只能说 小概率事件 对吧 这个什么都有 然后现在呢 我们来讲第三步啊 提取数据 呃 提取数据这里的话呢 我们主要是将这个代码 嗯 将这个 网页源代码里面的 所需要的一些字段 给提取出来 对吧 那我们去提取网页源代码 有哪些方式呢 我们去 把这个代码里面的信息 取出来 有什么方法 对吧 有哪些方法可以提取 啊 首先第一个是 像前面的那位 从未同学提到的 对吧 我们可以去使用二一 对吧 可以使用正则表达式 啊 但是我不用 哎 对吧 那我们用啥呢 我们用pursor 嗯 pursor的话呢 其实它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方法 那它可以用css 对吧 也可以用这个 呃 xpass 那其实它里面也可以用正则 啊 也可以用正则 那所以其实整个 像我们去提取网页源代码的话呢 呃 就是这么三种方法 好吧 就是这么三种方法 一个是二一 一个是css 一个是xpass 对 那这三种方法 我们具体用哪一种呢 其实看你个人的喜好 或者说呢 呃 这三种方式的话 其实各有各的优势 啊 也各有各的劣势 啊 看你 对于哪一种方式掌握得更好 或者说看这个网页 更加适合用什么方式去提取 明白吧 这就是对于我们去提取数据的方式方法的选择 嗯 啊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们用什么呢 我们呃 先把那个提取数据的模块给导入一下 好吧 这个模块呢 叫puzzle 啊 它是用来去解析数据的一个户 可以发一下你个人的微信号码 你要干嘛 嗯 你可以加我的企业微信了 对 你可以加我的企业微信 啊 这是我的企业微信 啊 个人微信 不方便啊 不方便 哈哈哈哈 OK啊 对 就大家如果说课后有一些什么问题啊 不方便在课堂上问的话呢 呃 大家可以加我的企业微信 好吧 对 大家可以加我的企业微信去问啊 嗯 啊 有什么 比较奇怪的小问题 对吧 不好意思在课堂上问的 啊 可以加我的微信 啊 好 现在我们先 把这个 嗯 这一步是干嘛呢 啊 这一步就是我们将网易元代码啊 传给这个parcel啊 接下来呢我们要用这个parcel这个酷处理 对吧 所以我们先得要将这个网易元代码传给他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准备去处理他 对吧 处理他的话呢 首先我们来对照啊 这个 我们先来对照这个网易内容啊 去看看整个数据的一个构造 那首先呢我们这个点击到这个元素面板这里啊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点到元素面板这里 点到元素面板这里的话呢 然后这个左 这个左边啊 是有一个 选择框的 但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选择网易当中相对应的元素可进行检查 对吧 就是说我们这样 点一下 点完以后呢 他变亮了 对不对 我们悬浮到对应的网易元素当中 那他会有不同的这个效果展示 然后我可以悬浮到这个图片上面 对吧 然后在下方的这个代码这里呢 他就会即刻显示这一张图所在的代码位置 对吧 这个就是这个鼠标的作用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比如说选中到这一条数据 是吧 比如说我们选中到这一条数据啊 慢慢滑 不用着急 对吧 滑到这个大概这个位置吧 他就相当于选中了这一个区域 对吧 他选中了这一个区域 那这个区域的话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 是吧 这个其实就是第一个文章的这个信息 对吧 第一个文章的一个信息 然后再往下大家可以看到 当我悬浮到这里的时候 那看 他们下面是不是有很多的这个LI 那么这些很多的LI 我们往下悬浮一个看一看 再往下悬浮一个看一看 对吧 然后继续再往下 再往下 一直往下 你可以看到 我们网页当中所有的这个信息 那全部都在这个LI里面 对吧 整个的这个信息全部都在这个LI里面 那么我们在取的时候 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根据他去取呢 对吧 我们可以直接根据他去取 那怎么取呢 首先啊 我们可以看到 像这些标签 这个我们叫标签 对吧 有没有没学过网页原代码的同学 有没有没学过这个HTML的同学 有没有 嗯 有没有 没有是吧 好的啊 都学过啊 呵呵 那那就那就轻松了啊 那就轻松了 好吧 那就简单了 有是吧 啊 行 啊 行行行 没学过咋办呢 我讲一下 没学过就讲一下吧 对 首先因为 其实像我们在网页当中的这个元素啊 网页当中的这个内容 其实它是 都是有这种 呃 兼过号去组成的 对吧 大家可以看 这里面看到很多的兼过号 然后一个LI和它的反向 LI这个是对应的 就相当于是一个盒子 对吧 这个盒子里面呢 可以去装一些元素 啊 装一些东西 那这个东西呢 你可以自己去定义 对吧 比如说它应该去存一些 呃 文字内容 对吧 它就往里面存文字内容 它里面要嵌到代码 那就继续签到代码 对吧 那你看 还是这么一层层的 呃 但是这个其实并不重要啊 我们如果要去学提取数据呢 呃 也很简单 啊 我们要学提取数据的话 首先因为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UL 对吧 这个我们叫做UL标签 好吧 这个我们叫UL标签啊 加了我的同学 我待会儿 下课以后的话 会统一同意 好吧 因为现在上课啊 没法同意 下课之后的话 我会去同意啊 对 OK 然后这里的话 它有一个UL 这个是UL标签 对吧 那UL标签里面呢 有UL标签的这个下课 它是有这个LI标签的 对吧 那我 那么我们在这里取值的时候呢 其实就可以根据 它的这个 呃 标签的这一个层级关系 去往 内层去取 啊 往内层去取 啊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后面还有这个class 等于一个什么东西 对吧 那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class 这个选项 去匹配到该 这一个标签 那比如说现在这个UL 它是UL标签 对不对 那我们就可以选择什么呢 呃 STR list的一个标签 对吧 那我就可以在后面 UL的后面来一个点 点一个这个玩意儿 那么大家就可以看到 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对吧 就是 就是说相当于我要去匹配什么呢 UL 对吧 的class 为 这一个的内容 啊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匹配到 这一个标签 看到没有 这里变量了 对不对 那如果是我还需要 往里面去取呢 我需要取它的下级呢 对不对 啊 我需要取它的下一层 那下一层的话呢 我们就往后面加一个 啊 加一个这个大语符号 啊 大语符号的话呢 就是我要往它的下层 匹配一个LI 对吧 那这样看的话呢 你看 我们把这个语法给写好以后 咱们就可以看到 这里面 它 匹配到了多少个结果 一共十个 那这十个的话呢 我们挨个来看 你看 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 所需要的这十个标签 对吧 就是我们 刚好是我们所需要的 这十个标签 对吧 那么这个语法 就是我们所提到的 CSS的一个语法 OK 这个就是CSS 那么Xpass是什么呢 Xpass的提取 其实和CSS有一点 这个雷同 你看吧 有一种雷同的感觉 什么意思呢 我给大家写一下 好吧 然后大家来判断一下 是不是觉得和它很像 首先呢 我在这个前面加两个斜杠 我要在所有层级下 去找这个UL标签 但是呢 我需要它的这个class 等于 这个内容 对吧 然后取它下级的这个LI 看没有 然后我们把这个语法 给它沾过来 看看能不能匹配到 对吧 你看 同样也能匹配到十个 你看明白了吗 各位 对吧 这个CSS语法 还有这个Xpass语法 对吧 在Xpass里面 两个斜杠 代表着我要在 所有的层级下 去找这个UL 对吧 一个斜杠就代表 是它的下级 代表一个层级 一个斜杠代表一个层级 两个斜杠代表所有层级 OK 有回放啊 咱们这课有回放 需要回放同学呢 可以加这个小于老师的微信 他的微信是Python5180 好吧 对 这就是CSS 还有Xpass的一个区别 好吧 但是因为时间原因 我不可能把它全部都讲了 所以我们只能说 先讲到这儿 然后我们写一步 讲一步 好吧 然后接下来这个语法怎么去用呢 对吧 我们在网页当中已经能够写出来了 那么在代码当中怎么写呢 好 Select 点一个 我们可以点Xpass 看到没有 也可以点CSS 都可以看到没有 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就点点Xpass 好吧 对 我们就点一个Xpass 然后把内容粘过来 好吧 然后粘过来以后 它就能匹配到所有的LI 对吧 那么我们这里就是一个LIS 对吧 这个应该没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应该没问题 OK 然后这样我们能够匹配到所有的LI 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干嘛呢 它现在只是说匹配到了这一层 这一层的下面还有很多的代码 对吧 我还需要干嘛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我们还需要经过一个二次的数据提取 对吧 对不对 我们接下来还要去实现一个数据的二次提取 那二次去提取这个数据呢 我们首先就得要先便利 对吧 先把我们的这个LI全部都一个个的拿出来 拿出来以后我们再接着去点Xpass 那么这个点Xpass就是针对的每一个 注意我说的是每一个LI 而不是说整个的网页元代码 好吧 那么针对这个单个LI呢 首先我现在前面写一个点斜杠 代表说呢在当前这个LI的下面 我们继续往里面取 好吧 代表说在当前的这个节点下面继续往下面去取 取什么呢 来看 往上滑啊 首先在上面的话呢 它有一个标题 对吧 在这个位置呢 它有一个标题 H2里面 H2里面的话呢 这里有个标题 看到没 这里在这个H2的这个A里面 对吧 那我们在这里写的时候可以怎么写 是不是H2里面的A 对吧 H2里面的A标签里面的文本 好 那么这个文本怎么取 这里的话实际上我们取到的是什么信息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里我们拿到的点 比如说我们在后面点一个get 对吧 把这个内容打印一下 那来看一下 它拿到的是啥 来右键运行看一下 那你看 现在这样的话呢 我们拿到的是整个的这个标签 对吧 拿到的是整个的这个标签 但是我们需要的只是它的这个标题 对吧 那这样的话怎么去取呢 我们可以在它的后面 注意啊 在这个东西的后面 我们来一个斜杠 取A里面的test 那这个是我们在Xpass里面的一个写法 那如果说它是css呢 对吧 li.css里面的话呢 我们就是这个H2下面的一个A A里面的test 点一个get 在css当中我们就是这么去写的 好吧 其实这两种语法 很多情况下 其实很像 对不对 OK 然后呢 我们这么去匹配啊 再来运行 那看到没有 这样的话我们就直接拿到了所有的标题 明白吧 然后继续 我们再往下面去取 取它的这个P标签 对吧 P标签里面呢 有这个 有两部分内容啊 第一部分的话呢 是前面这一段 第二部分呢 是后面这一段 对吧 那么我们一个一个来 首先呢 我们先取到这个P标签 里面的这个 它的class等于user info 对吧 那么我们在写这个语法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直接往下复制一行 然后把它先删掉 我们取P标签 对吧 我们可以继续在这个后面写啊 取它里面的P标签 对吧 它有多少个 一共有26个 那肯定是不正常的 一共有26个肯定是不对的 对吧 所以呢 我们这里得干嘛 at一个class等于一个user info 那这样的话就一共有10个 对吧 所以我们这么写 对吧 对吧 这么去写 然后取它里面的什么呢 再往下层 它有一个第一部分的内容 对吧 那我们就 先往这个第一个span里面去取 第一个span的话是 一个span span里面的第一个内容 第一个内容呢 我们可以这么写 先把它粘过来吧 这是它的第一部分内容 对吧 第一个span 但是它能够匹配到20个 有代表说其实每个下面它其实都有什么 每个下面其实它都有这个 都有这个这个这个 两个 对吧 所以一共的话呢有20个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我们可以去分为两次去取 对吧 分为两次去取 我们可以先取它 或者是先取它 我们可以先取这个 好吧 那这个里面的话 取这个下面的所有的span 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去取 其实还会比较的 比较的麻烦 但是我们麻烦就麻烦吧 对吧 其实我们可以直接往 直接跳过这一层 我们可以直接跳过这一层 我们直接取它 怎么跳过 两个斜杠就是任意层级下 at一个class 等于这个 是不是就跳过了 对吧 这样的话中间这些层级 我是不是就不用写了 对吧 我直接把它跳过了 OK 那就这么去写 你看吧 这个是取什么呢 取它的这个出发日期 好吧 这个是取它的出发位期 然后呢 再改一下 你看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取 这个是date 然后这个是date 对吧 然后这个是费用 然后再往下就是 什么人群 对吧 然后再往下就是 你看 这里其实有这个玩法 看到没有 往下复制 玩法 对吧 然后它的照片情况 也可以取 还没有 对吧 简不简单 然后在这个后面啊 你要取文本嘛 test嘛 对不对 把这个test给它加上去 忘记写了 对吧 然后这样取完以后的话呢 我们再取第二部分 是吧 取第二部分的话呢 我们将它复制 不对 不用复制 往下 展开吧 展开以后的话呢 它里面有几个值 那我们就可以怎么取 对吧 其实你看 也能够大致的明白 对吧 我们直接取它 直接取这个是ban 这个是ban里面的什么呢 这个是ban里面的 是ban里面的东西 对吧 这个 这个是ban里面的 是ban里面的东西啊 但是它 是这个user info里面的 那就没问题 那我们这样来写一下 看对不对啊 确认一下 是吧 没问题吧 然后再取这个love里面的 那复制一下 改一改 然后再复制一下 对吧 这是评论 还没有 再改一改 那看到没有 就这么简单 对吧 然后前面这些也改一下呗 这个icon就不要了 是吧 然后如果说 你要去取它的这个网址 你要取它的那个网页链接 对吧 也可以取 对不对 那这个取的话呢 我们可以针对它去取 因为网页链接的话 就在这个a里面嘛 就是它的详情页的链接 你看 就是在这个位置 有一个 UI 不是 等一下 在哪来着 嗯 嗯 标题里面啊 在这个h2里面 在这里有一个链接 对吧 我们可以把这个链接给拿到 在它里面 我们复制一下 复制完了以后呢 我们改成 at一个h2 注意啊 取属性 这个里面的东西叫属性 OK 这个里面的东西叫属性 我们at herf就是取这个属性 at这个target就是取它的属性 这是 这是这个东西的作用啊 好吧 然后最终我们就可以将上面所有的内容 i个的打印出来 还没有 然后最终我们来右键执行看一下 哦 然后就报错了 因为这里多了个鞋杠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将这些 需要的信息 对吧 我们所需要的信息全部都取出来 当然呢 有些东西它是空啊 它是none 是none的话呢 没关系 对吧 我们可以在后面加个引号 加引号的话呢 就是让它如果说没取到啊 就给你返回引号 没取到的话 如果说没取到就是引号 好 来运行一下 这样的话就不会有那个空了 对吧 OK 那对于咱们前面讲的这些内容啊 没有问题的同学 可以直接敲个一 好吧 然后如果大家在前面讲的内容当中啊 有问题的同学 可以直接现在在公平上面提问 好吧 可以现在直接在公平上面提问啊 然后接下来咱们保存一下 顺便就是顺手写一下保存逻辑吧 现在有问题的同学可以先问了啊 然后我们就趁这段时间给大家把保存写一下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的同学可以敲一啊 然后有问题的同学可以先问一下 就认识一个负群环完了 你是中途才进来的吗 这个二等饼干同学 我感觉你应该是中途才进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一般情况下 哪怕你是没有太多基础的同学 你从头跟到尾也不存在说 什么都听不懂 对吧 不存在说只能看懂一两句话 这是第四步保存啊 至少不应该 至少我觉得不应该 对 你刚来是吧 我不信 不准的在看 如果大家是对于Python 没有太多基础的同学啊 咱们的公开课 其实如果你能够把这个思路听懂 就已经很不错了 好吧 对 就如果说大家是一个没有基础的同学 你能够把这个思路听懂 其实就已经不错了 那至于代码什么的 其实这个东西怎么讲呢 你没有去专门去学过这个代码的话 你肯定是看不懂的 好吧 你肯定是会有问题的 因为其实像这里面 我们去展开的话 其实还有很多的用法 没有去讲到 我们只是说 用到了什么 就给大家去讲什么 对吧 实际上的内容呢 比我们现在在公开课上讲的肯定要多很多 因为公开课确实也是 这个时间一些 时间还有一些限制 对吧 没有办法去讲特别多的东西 对 然后尤其是如果基础不扎实的同学啊 你还跟着我敲的话 那就 那就更听不懂了 对吧 你还跟着我一起敲的话 你就更听不懂了 所以为什么 我以前经常会给大家讲 如果是没有基础同学呢 就先听思路 对吧 把思路听懂以后课后再拿路拨去 把代码再敲一遍 这样的话 对于很多零基础同学来讲 你的学习效果是更好的 明白吧 对 因为你相当于是学了两遍 第一遍是听 第二遍是练 这样的话 你的学习效果才会达到一个 更好的一个程度 而并不是说 对吧 没有基础 然后强行跟着我去敲 这样的话 反而对你的学习来讲 没什么锻炼 明白吧 你先把思路弄清楚 弄清楚以后 哪怕你不记得 你在写的时候 其实你也会回馈 对吧 你要说 这个东西之前是干嘛的来着 老子怎么讲的来着 对吧 他怎么用的来着 对不对 这东西其实你都会 去相当于自己在脑子里去过一遍 这也是一种 怎么讲呢 这也是一种学习方式吧 对吧 行吧 好吧 然后咱们这个前半部分内容的话呢 就大概讲这么多好吧 就讲这么多啊 就是说我们去采集了第一页 然后后半部分内容的话呢 我会带大家去采集一下这个 就是实现一下这个翻页的采集啊 以及这个旅游攻略的分析啊 好吧 这是我们接下来会去做的事啊 当然旅游攻略的分析的话呢 我们这里其实已经有对应的代码了 待会我们会给大家去看一看 这个代码里面的一些 呃 信息情况好吧 那待会去看一看 OK 然后这些的话呢 大概是我们前半部分的内容吧 那到现在为止的话呢 哪怕不能听懂啊 也应该还行 对吧 眼睛会了 其实已经很不错了啊 眼睛会了 其实其实也可以 对吧 最起码比你什么都不会要好很多 对不对 嗯 嗯 那 然后其实 呃 如果说你有这种情况啊 那么代表其实你现在缺的是什么呢 缺的是 我觉得是首先 一个学习方式 一个好的学习方式 对吧 然后就是一个练习嘛 你要多练啊 多学多练多敲 这个才是学编程的一个本质啊 有是有 其实很多时候啊 大家在学这个开发的时候 对吧 大家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 都会遇到一个比较迷茫的情况啊 他们说我学这个是来干嘛的 对吧 就学着学着自己可能就懵了 就忘记自己 呃 学这个东西是想要干嘛 或者说你去学这一个功能 对吧 你去学这个模块啊 有很多东西可能说 哎 今天把这个parcel讲完了 然后明天就觉得 哎 这个parcel是用来爬数据的 对吧 然后就parcel点一个get 对吧 然后传一个uil 就学着学着就学混了 对吧 我们在学东西的时候 其实很多情况下 也会遇到这一种情况 那这种情况的话呢 其实 是一个初学者会 会面对的一个东西啊 但其实 在编程这个行业的话 你如果把那个坎 给迈过去以后的话 其实 呃 后面 后面就会舒坦很多 对吧 呃 就是从一个行业 跨到另外一个行业 他总会经历一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的话呢 你能不能 嗯 战胜它 你能不能坚持过去的 坚持过去的话 其实你就已经进入到了这个行业 呃 这其实就是关于编程这一块啊 对吧 呃 当然 当然 大家也要记住 对吧 你学习parcel的最最开始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一直去坚持 就不要忘记它对吧 你知道编程其实是 我觉得是一件 如果没有人带的话 我觉得是一件比较容易放弃的事情 因为我自己在以前没有基础的情况下 我也经常去呃 搞一些偷鸡打把的事情 对吧 啊 经常去 这个摸鱼啊 经常去玩 但是其实当你真正的把这个技术学好了之后的话 其实 你会发现 它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的复杂 啊 这是用来保存数据的 对 OK 呃 然后我想问一下各位啊 你们去学习parcel的目的是什么呢 对吧 我觉得像很多同学可能呃 对于这个parcel的兼职副业方面可能会比较感兴趣啊 对吧 兼职方面 有没有同学是想要学完parcel以后去做兼职的呀 有的话在公民上敲个一我看一下 好吧 对 有没有同学是想要学好parcel去做兼职副业同学 嗯 对吧 不知道能不能学会 没学过 你没学过 你怎么知道自己能不能学会呢 对吧 这个就很矛盾了呀 有的那是什么事啊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学会 对吧 那我又不敢试 不敢试那你就永远学不会啊 啊 但凡你这一只脚踏出去了 你万一学会了呢 对吧 啊 就很多东西就想着啊 呃 我万一 万一没学会 啊 或者说我万一怎么怎么样 对吧 没有想过万一你 学会了呢 对吧 有的人说没有想过 万一 你学会了呢 对吧 啊 一直想的就是 我万一 没学会 怎么办 对吧 就一直想这个事 其实 我觉得你放手去干就完事了 放手去学就可以了 对吧 就是说你万一 万一没学会 因为其实作为这个 呃 专业方面啊 其实我觉得 呃 像你去学一个技术 对吧 兴趣其实是首要的 对不对 兴趣其实我觉得是首要的 首要条件 对吧 然后天赋 其实是次要的 呃 为什么这么说呢 有很多东西说老师 我的天赋不好 对吧 我怎么怎么样 我菜的要死 这个我学了一年 学了两年 学了三年 我还是没学好 对吧 其实 并不是这个原因 啊 其实说简单一点啊 就是呃 你如果要去往这个行业去学 并不是说你学一两个月 学两三个月 学三四个月 就能够完整的学会 就能够全部学完 对吧 因为像技术这个东西 它一定是持续学习 明白吧 它一定是持续学习 不是说你一两个月 对吧 也不是说你暴露我们这个系统课 啊 你就能一步登天 对吧 你就能一夜之间成为大佬 对吧 不可能 所有的大佬 都是慢慢的从 最菜的时候开始的 像我其实最开始也是 呃 跟这个 大部分农学一样 那我最开始 你知道我学习的时候 那个那个时候条件有多艰苦吗 呵呵 呵呵 就是我个 我个人的条件啊 我当时学习的时候 我个人的条件是 我不会打字 对 我不会打字 就是那个 26个拼音字母 我都从头念不到尾 真就这么夸张啊 就是ABCDFG 然后 然后什么 H 我现在的念不完整 就说实话 对吧 我的这个英语水平特别差 然后我自己的这个 各方面的这个条件 也不是很好 对吧 但是其实当你 真正的花下心思去学习以后 你会发现 其实可能你在最开始的时候 你觉得它特别特别难 特别特别的 难接触 对吧 但是有很多东西啊 就是布加带 你没听过一句话 对吧 质变 质变多了 不对 量变 量变 产生质变 对吧 就是当你积累的东西 多了以后 就是这个东西 不管你说 你有没有真正 真正的意义上去吸收 对吧 当你积累的技术 当你积累的东西 越来越多了以后 这个时候 你就会 整个人啊 就会产生一个质变 就对于 编程这一块 其实这句话 也很适用 因为很多东西 最开始的时候 就是什么呢 我写一句代码 可能有三个报错 对吧 我写十行代码 可能有二十行报错 对不对 就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但是其实当你 把这些问题解决的多了以后 当你去积累的 这些经验多了以后 你就发现 其实你慢慢的 整个人的这个技术 也就慢慢的变好了 整个人的这个技术 也就慢慢的 对吧 精进了 明白吧 这其实就是 我觉得像兴趣方面的 一个主要问题 然后其实像 如果大家是想要 往这个兼职方面去发展 那兼职方面的话 也是非常锻炼 一个人的 技术 和这个 开发能力的 对 他是非常能够 锻炼一个人的技术 和一些开发能力的 比如说我举个 简单的例子 对吧 现在呢 假设你是我们这边的 VIP学员 对吧 然后呢 今天你在这里面 不小心 接着个外包 对吧 就假设 OK 这个外包不太合适 就这个吧 就这个吧 就假设 假设是这么 一百块钱的外包 对吧 假设是这么 一百块钱的外包 那你做这个外包的时候 你帮 这个 它是什么呢 已有数据文件 对吧 然后需要你去做一些 数据分析方面的一些工作 做一些数据分析方面的工作 然后数据什么的呀 大概也都完成了 对啊 然后就大概要你去做一些提 做一些东西 对吧 然后就是像这样的一个外包 其实就能够非常的去 非常的去锻炼你自己的 这个 个人的这个编程能力啊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东西 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就是 他知道这个东西好像 有一点 好像我知道要怎么 就是 我脑子里没有任何的思路 对吧 我知道他要我完成什么需求 但是我脑子里没有任何的思路 我不知道我要用什么技术 但有很多东西在学习的就就 学习的时候就会遇到这种情况 就是我把这个东西好不容易学完了 学完之后 我突然要应用的时候 我就不知道我要用什么了 对吧 因为你学的积累的东西太多了 你就不知道怎么用 对吧 然后去做兼职 去做外包 其实就是让自己 把自己学到的东西 怎么样呢 学以致用 对吧 学以致用 能够去完成一些需求 那么这个时候 其实你如果能够独立的去 一个人啊 独立的去完成一个外包 这个外包不管多少钱 哪怕是50块钱的外包 你也成功的自变了 明白我意思吧 你也成功的自变了 就哪怕你做的是一个20块钱 10块钱的外包 只要你做出来了 对啊 只要你是独立去搞定的 那么这个时候 其实你对于整个的这个 Python方面的技术 其实你应该就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我觉得 好吧 对 兼职一脉手做多久呢 根据看你自己的一个能力 看你自己的一个这个开发能力 对吧 如果你的技术很好 你的经验很丰富 那可能一个200块钱的外包 你半个小时 20分钟就搞定了 对吧 如果你没有什么技术 对不对 然后你前期 那时候老师我才学完 对吧 很多东西我都不知道怎么用 很多工具 对吧 比如说你学了一些技术 学了爬虫 睡分器 你全都学了 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用 对吧 那这个时候可能你就需要去 花更多的时间去做一些研究 对吧 研究什么呢 研究这些技术怎么用 当然我们实际上在系统课当中 就在我们这边的系统班当中 我们也会去教大家 对吧 如何去把这些技术 应用到实际的这个项目当中 对吧 应用到实际的项目当中 但是由于确确实实 如果把所有的技术 全部都应用到一个项目当中 或者说应用到这些项目当中的话 是不太现实的 对吧 所以更多的我觉得 就是像经验这个东西 除了我们在学习当中 做的一些项目以外 平时还可以自己去 做一做渠道方面的内容 做一做这个兼职渠道 让自己不但能够有一些 钱赚 不但能够赚一些钱 还能够去做 还能够去积累一些自己的经验 对吧 让自己能够有更多的能力 去完成一些不同的需求 那这个时候 其实你的能力 就有了全方面的一个锻炼 对吧 那其实说如果对于工作方面 最起码你的技术 是完全没问题的 对吧 就你兼职做了多了以后 你工作的这个经验 其实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对吧 别人说要求什么工作经验 要求什么这个工作经验 那个工作经验 但实际上如果说 你自己已经做过 积累过 锻炼过很多项目的话 那其实经验这方面 就完完全全没有问题 对吧 那应该怎么学才能兼职呢 兼职的话 其实主要从两个方面去讲 兼职的话 其实主要从两个方面去讲 一个的话呢 是技术 就是你应该去学哪些东西 应该去学哪些技术内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渠道 对 一个是技术 一个是渠道 对 然后我们这边给大家提供的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跟着我们这边学 我们所提供的就是 把技术给你交汇 对吧 把我们老师的这个技术全部都交给你 另外的话呢 渠道方面 我们这边会提供给咱们学员一些兼职渠道 也会去提供兼职渠道的这个方法 那就是如何去实现如何去做一个自己的兼职渠道 这个方式方法我们也都会教给你 包括这个兼职方面 因为我自己平时也会去发展一些兼职渠道 就是关于一些外包的一些来源的发展 对吧 我自己平时也会去研究 所以的话呢 如果你是想要自己去接外包的 自己去做兼职的 做一些项目去积累经验的 那这个关于兼职方面 如果你有一些不懂的 想问的 还有渠道发展方面 不知道怎么做的 想要参考我的方法的同学 都可以直接找我 对吧 还有技术方面 技术方面的话呢 首先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学 你如果学Pathom去做兼职 去做副业 对吧 你应该要学哪些技术 因为其实我们这边的话呢 专门给VIP学员发展过一个外包兼职渠道 刚刚给大家看过 对吧 然后在这个外包兼职渠道里面的话呢 其实大部分的外包 都是爬虫和数据分析的 都是爬虫和这个数据分析的 和这个数据分析的 就大部分的外包都是这两个方面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去做一些兼职副业 就我也更加建议大家 往爬虫和数据分析这两个方向去发展 对吧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对于你 对于你自己的这个发展也会更加好一点 因为这两个方面外包比较多 那如果说可能会有问题啊 老师为什么这两个方向 它的外包要多一些呢 对吧 为什么不是网站开发人工智能要多一些呢 对不对 因为其实对于个人来讲 大家知道 我们并不是一个 有很大能量的一个团队 对吧 我们可能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身边没有很大的能量 对不对 没有办法说 靠自己的关系去接到一个几十万 什么大几万的项目 可能没有那么多关系 对吧 如果你有 那也 那更好嘛 对不对 如果你有的话 那更好 那你可以 其实可以去往人工智能啊 或者说往在开发方面去学 对吧 但如果你是没有太大的能量的同学 对吧 你就可以去做一些什么 接一些小外包 对吧 赚一些小钱 这个小钱可能对于公司来讲 对于整个这个行业的这个 对于一个工作来讲 可能这个钱不是特别多 但对于个人来讲 你敢说两百块钱是小钱吗 对吧 你敢说一千块钱是小钱吗 是吧 你敢随手丢个五千块钱给我吗 不敢吧 对吧 你敢随手丢个五百块钱给我吗 也不敢吧 对吧 如果敢 我这就把我的微信啊 微码发出来 记得转给我 所以像这个 其实我们大部分同学的话 其实是 说实话是比较缺钱的 对吧 那多种简单的外包 其实就 第一个 它的这个完成周期 基本上是很短的 可能就两三天 可能就一两天 甚至一两个小时 都有可能 对吧 这是爬通数据分析 它的一个好处 它的优势就在这里 对吧 主要的优势就是 第一个量多 为什么量多呢 大学生 闭设 对吧 大学生闭设 这两个方面 其实是比较多的 像什么大数据专业啊 什么人工智能专业啊 这两个方面 其实都有外包 这是第一个 对吧 大学生闭设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对于一些 比如说像 这个 研究生 对吧 研究生去 做一些需求 然后像这种的话 基本上都是 他导师发布的任务 任务的话 他可以由这个导师 去出一些经费 对吧 他们是有经费的 所以这种方面 也是一个 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呢 除了这种 闭设以外 每年都有嘛 像闭设的话 其实每到一个阶段 比如说三四月份 对吧 或者说 快年底的时候 其实都会有一些作业 对吧 这个肯定是 源源不断的 每年都会有的 而且很多 对吧 这是一个 基本上一个外包 你赚的稍微多一点 可能就大几百块钱 然后 然后的话 这两个就来了 然后另外的话 你还可以去一些 找去淘宝 去发展一些渠道 淘宝的话呢 其实更多的是一些 对于爬中 有一些作用的人 就是有一些需求的人 比如说 他要去实现一些 数据 商业数据的一些采集 对吧 他自己内部 需要去做一些分析 然后这个 其实就是发展一些 你自己的一个大渠道 兼自己钱 肯定是你自己拿到的 你做兼职 我不可能帮你收钱 对吧 能理解吗 就不可能说 你在那里做 我在那里收 这不可能吧 对吧 关于兼职方面的话 就是 你做 你收 明白吧 我们提供什么呢 我们提供技术的教学 以及老师的辅导 理解 明白吧 这是关于兼职方面 好吧 我们这边会提供技术的教学 以及渠道的提供 渠道的话 有两个 第一个是 如何做渠道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外包渠道的提供 对吧 我觉得更加稳的 还是自己去做渠道 对 你可以把我的方式方法 给学过去 学过去以后的话 不说你一个月 赚个一两千 两三千 对吧 最起码在起步的时候 就是在最开始的那么一两个月 你赚个几百块钱 是没有任何压力的 明白吧 那你要学到什么阶段 就说老师 我要学到什么阶段 才可以去做兼职呢 对吧 首先你得有基础吧 对吧 核心编程 对 核心编程你得学 明白吧 首先你得有基础 就核心编程你得会 就是 给大家看一下 在我们这里有一个路线图 有一个学习路线图 这个学习路线图的话 第一部分是基础内容 是需要所有同学 不管你是学了干嘛 对吧 这个部分是你必须要去学会的 不管你学排成是想干嘛的 这个部分是你必学的 然后第二部分是旁诺开发 对吧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内容 当然呢 比我们今天讲的内容 肯定要多的多的多 对吧 因为我们今天只是一些 里面的一些内容的概览 对吧 然后实际上去学的话 那里面其实还有很多东西 然后再往后就数据分析 对吧 那如果整个学兼职的话 你把前面三个部分内容掌握 大概掌握到什么程度呢 大概的话就是60%以上 就掌握60%以上 对吧 基本上像一些比较简单的外包 比如说1000以内的 基本上可以独立完成 对吧 1000以上的 1000以内的基本上可以独立完成 就是你不会有太大的压力 哪怕有压力 你问一下老师就行 对吧 这是关于外包 这是技术方面大家需要去掌握的 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渠道 对吧 我应该如何去接兼职 比如说老师你们不是提供了外包渠道吗 那我直接这辈子我就赖到你们这个渠道里面了 对吧 我就不退了 我就待在这里面接 对吧 但是那也知道 我们毕竟是清灯教育 我们不是清灯外包 所以呢 我们所提供的外包数量 肯定是有限的 你明白我意思吗 对吧 我们提供的外包数量肯定是有限的 就不可能说我一个月能够给你提供几十块外包 能够让你想都不想 对吧 直接躺着接外包就行了 不可能 天上有这种事 你得赶紧告诉我 我也要去交钱 对吧 你要我花一万块钱两万块钱 我都能接受 对吧 只要每个月能够让我躺着接外包 对吧 能够让我躺着赚钱 对不对 只用做外包 然后一个月能够赚个一万多两万多 那就没事了 对吧 那我交多少万 我都同意 我都答应 对吧 但是不现实 这种问题的话 其实大家肯定不现实 所以的话呢 更多的是什么呢 我们这边除了会把渠道 我们这边发展的渠道给你以外 我们还会去把发展渠道的方式方法交给你 这个是还是比较重要的 明白吧 对 然后还会有东西说老师 对吧 那我跟着你们学是怎么学呢 对吧 万一我在学习的时候没学会呢 怎么办呢 对不对 那么在这里啊 我们这边呢 教学模式是这样的 我们是直播教学 我们这边系统课是直播教学 为什么直播教学呢 因为本身我们直播的这个学习效果会好很多 对啊 会比你自己去看录播 看视频的这个效果要好很多 对啊 所以我们是每周一三五 或者说 在每周到二十六 一三五或者二十六啊 晚上的八点钟到十点钟直播学习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上课时间 一周的话呢 是三节课 一节课的话呢 大概是两到三个小时 然后课后的话呢 我们会提供录播 以及老师的一个一对一解答辅导 好吧 那另外呢 就是如何去保障大家能够学会啊 对 如何去保障大家能够学会 我们这边的话呢 课后会提供这个作业 我们课后会有这个作业 每节课后都会有作业 这个作业的话呢 主要是给到你当前这节课 去练习去巩固的 对吧 你比如说老师 我觉得这节课 我没有掌握的很多 对吧 我掌握的不是很扎实 对不对 那其实你就可以干嘛呢 你就可以 对啊 先去复习一遍 然后再把作业给做了 作业如果不会做呢 对吧 那就可以再复习一遍 因为我们的课后作业呢 一定是上课的时候 讲过相关知识点的 对吧 就是关于课后作业 除此以外呢 我们每个阶段 阶段很有对应的考核 我们还有阶段考核 阶段考核没通过呢 我们有重修机制 一遍不过学两遍 两遍不过学三遍 直到你把整个内容学会为止 这是关于阶段的考试 对吧 我们有免费重修的机制 对吧 就能够尽我们最大的能力 把所有的内容填进你的肚子里 你要做的是什么呢 你要做的就是用心去学习 OK 学编程 我觉得 有天赋 这一说 但是天赋的话呢 其实并不算 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这这样的东西什么呢 是你感兴趣 对吧 最重要的是你感兴趣 我觉得天赋的话 其实不重要 对吧 因为我跟你说了 像我最开始其实也没天赋 对吧 我当时是学了两年 大概是两三年的时间 对 我大概当时是学了两三年的时间 对吧 如果你想要速学的话 其实 像我们这边教学时间啊 核心编程是两个月 旁边开发是两个月 数据分析是一个月 我们兼职班的话 一共是教学五个月时间 对 一共是教学五个月时间 我当时是从打字开始学的 对吧 我是从这个word文档 PPT 还有一个cell表格开始学的 真的一点都不夸张啊 我当时是从 我甚至 我甚至当时 我不知道这里可以有 可以有关机 对吧 我只会按按键关机 我只会按那个按键进行开关机 明白我意思吧 但是 最终我还是学会了 这代表什么呢 这其实我 我觉得这个东西 其实代表着 天赋不天赋 其实不重要 对吧 因为没有人一生下来 就什么都会 没有人一生下来 就对吧 老师 这个我很强 对吧 那个我很强 老师对吧 这个一生下来说 这个 医生给我拿他电脑 我要 我要开始写Pantern代码了 对吧 不可能 对吧 你爱因斯坦也没那么牛逼 对吧 爱因斯坦他生下来 他也会 他也会哭 他也会叫 对吧 他也不会用电脑 对不对 所有的东西 其实都是后天去形成的 当然不可避免 确实有的人脑子 他确实比较强 对吧 但是你 难道你真的很差吗 没有吧 对吧 不至于吧 对不对 最近吧 你就退一万步吧 你你这辈子 起码 起码得为一个东西去努力吧 对吧 就哪怕说你学了 对吧 发现 哦 对吧 我学完之后 我万一 万一这个 对吧 万一万一 我花了这个时间 对不对 我花了这个钱 说老师 我万一这个又没学会 怎么办呢 对吧 你要想 往好好学习之前 对吧 你要先把东西 往好的方面去想 对吧 为什么往好的方面去想呢 因为你最开始 可能做老师 对吧 我学不会 学不会 学不会 那么你可能 永远都学不会 对吧 你可能永远都学不会 对吧 你隔很长时间 你说老师 对吧 我学会了 对吧 但是其实对于这个方面 其实我觉得 在最开始的时候 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对吧 其实能不能学会 我觉得 最终的条件 不是取决于 你有多大的天赋 而是取决于 你究竟有多能坚持 对吧 对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重在坚持 贵在坚持 难在坚持 对吧 所以就是这个东西 你说我当时 要是但凡没坚持下去 我可能就没在这里了 对吧 我当时要是 但凡没坚持下去 我可能就没在这里了 对吧 我可能就 不知道在搞什么事情去了 对吧 所以说关于学习方面 那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边的一个流浪地球 是吧 我们这个兼职班 兼职班的学费 兼职班的学费 像 我们这边教学五个月之间 兼职班的学费的话 一共是优惠过的学费 我就直接讲优惠过的学费了 好吧 我就不跟大家去讲什么原价学费 什么什么样了 直接讲 咱们兼职班 优惠过的学费 是6680 然后大家如果是今天加入我们学习的同学 兼职班还可以选择分级免续学习 最高可以选择分18个月免续学习 平均每个月的话 只需要371.1 然后咱们这边还有对应的就业班 如果大家是想要去就业工作同学 大家还可以选择去了解咱们这边的一个就业班 就业班的话 就是在核心编程中开发 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加了一个网站开发 对吧 最业班一共学习的时间是7个月时间 学费的话呢 是8880 优惠过后的学费 然后最高可以选择24个月分期免续学习 平均每个月的话呢 370块钱 对吧 然后这个分期免续的话呢 所有的利息啊 由我们这边去承担 好吧 所有的这个利息方面的内容啊 全部都由我们技能教育这边承担 你不需要承担任何一块钱的利息 好吧 对 然后 这样去算 你其实利息像你如果分24期的话 其实也是一笔不小的钱 对吧 说实话 这钱也不少 所以这个利息的话 我们这边全部给大家全免了 然后另外呢 如果你是打算说 老师对吧 我要去选择这个 这个叫什么 我没有这个信用卡 没有花呗 没有这些东西 怎么办呢 你可以选择月付学习 好吧 就是相当于是什么呢 学一个月付一个月的形式 明白吧 学完一个月把一个月的学费钱交了 最高的话 像兼职班可以分18个月 这半可以分24个月 也是类似的 好吧 如果想要了解咱们这边系统课同学啊 可以直接去找到咱们这边的一个助教老师 就你加过咱们这边哪位老师 就可以直接去找哪位老师 那如果你没加过咱们这边老师和同学呢 可以直接去找到我们现在的这个小录老师 去详细的咨询力报名了解咱们的一个系统课 好吧 然后咱们恭喜这个叫一位同学啊 恭喜这位同学加入我们的一个系统课的一个学习 好吧 如果还有想要了解啊 还有想要了解咨询力报名咱们系统课同学 好吧 可以赶紧去找到咱们这边的一个小录老师 或者说咱们这边的老师去详细的咨询力报名了解 好吧 就业困难吗 你看你是想在哪个城市去就业 因为每个城市的这个行情都不一样 然后根据这个 不同的地理位置 不同的公司 它的这个情况都会有一些区别 对 证书的话 不需要考啊 做技术行业的话 证书其实不是重要的东西 就是你考什么证 你拿到什么证 这个对于公司来讲 他不会看重 他看重的是什么 他看重的是你能不能做事 你能不能 你能不能顺任这份工作 对吧 你的这个技术能不能 做我这份事 对吧 他看重的是这个 你要想老板想的是什么 老板想的就是 对吧 我把你招过来 是要你帮我做事的 不是要你 摆这个证给我面前看的 对吧 所以更多的是公司 其实更加看重的是 你个人的一个技术 对 这个方面其实也能够应用到一些 嗯 大商方面 好吧 对 像其实现在你如果要去 从事这个行业啊 我个人觉得 其实如果你要做这个 技术行业 还是尽量的去往超一线城市去跑 那往一些一线城市去跑 像北上广城行 对吧 尽量的去往那些城市去跑 我个人其实更加建议 大家可以去杭州啊 杭州是个好地方啊 那杭州是个好地方 或者说可以去深圳 对吧 嗯 就是这两个 其实我个人更加建议 要么去深圳 要么去那个杭州 啊 这两个城市其实 嗯 像 技术行业的工作 其实还挺多的 对吧 像为什么去杭州呢 像什么阿里啊 对吧 很多的互联网大厂 其实都开在 呃 开在那个杭州 然后代表什么呢 代表在那边的话 其实整个互联网 其实会比较的发达 对吧 整个互联网方面 其实会比较发达 所以连带着 其实像很多的这种 啊 什么 阿里啊 那种子公司会很多 对吧 虽然你不一定能够 进入到这种大厂 但是呃 为大厂打工的 其实有很多 对吧 有很多的小厂 对不对 那这种小厂的话 其实像 他的这个就业的 这个条件 肯定没有 那个阿里腾讯那种 那么苛刻 对吧 肯定条件会少很多 然后 比较重要的就是 他们比较看 就是你能够去做事 而并不是说 所谓的这个 证书 对吧 对 不像 有些东西 确实是这样的 因为你学这个东西 是技术 技术这个东西的话 不是说 你考一个证 挂个名就完事了 对吧 就不是说 你去考证挂名 就挂名 就能搞定的一个事 它是属于一个 什么呢 你能够实际的 为公司去 产出 为公司去出产品 对吧 为公司去写出东西 这才是技术的一个 负责的一个东西 然后为什么要去那些 一线城市呢 因为 其实像 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就是地方越小 名堂越多 对吧 就是地方越小 就是越不发达的地方 它的要求反而越多 比如说 长沙 我觉得长沙的这个环境 就很离谱 对吧 我觉得就很离谱 它的要求 跟那种北上广场 都能够兑现 就它的这个技术要求啊 对比那个北上广场 甚至都有 都要更高 但是它给的公司 它给的工资 都要比北上广场 要低 你看吧 就比如说同一个岗位 在长沙 它可能是 八千块钱 对吧 但是同样的岗位 同样的需求 在北上广场 它的薪资可能就是 11K12K13K 但它们两个的消费能力 又是一样的 对吧 又是差不多的 不是说一样的吧 又差不多的 所以的话 为什么推荐大家 就是如果你要去 找这方面的工作啊 尽量去往那个方向去做 那对于你自己来讲 其实整个的发展 也会好很多 理解吧 这是关于工作方面啊 我们恭喜这个叫 第二位同学啊 叫做斑马 斑马同学 加入咱们的课程学习 那获得我们分析免息 还有一个 的一个福利优惠 然后咱们 今天的话呢 优惠面还有最后一个 好吧 想要了解系统课的同学呢 可以 赶紧去找咱们的老师 去资讯帮忙了解了 好吧 陈培炎同学在吗 陈培炎同学 OK 咱们 不在吗 陈培炎同学在不在 听了很久了 没看到你说过话 出来 吱一声 然后我们来 看一下翻页啊 其实翻页的话 我们稍微点一下 大家看链接的变化 就能够看出来 这个 这第四页了 没有 第四页了 第四页 然后第三页 第五页 一直往后去推 其实大家就能够发现 这个东西 它其实就是一个什么呢 它就是所谓的翻译规律啊 那我们把翻页规律 确定完了以后呢 我们是不是 把这个链接一改 对吧 这里面我们就从第一页开始 你看 我们就从第一页开始 然后我们来实现个翻页 for page 写一个range 然后从第一页到多少页呢 这里面一共200页 我们这里的话就写一个201 然后把整个下面的代码 全部都缩进一下 缩进完了以后呢 我们这里加一个f 然后page这里呢 我们给它改成一个什么呢 改成一个page 改成一个page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个翻页的采集 对 希望能成功 可以 对吧 然后大家如果报名完之后的话呢 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有任何问题啊 一定要记得 多问多反馈 对吧 多问多反馈 那如果你有一些方向的问题的话呢 也可以到时候直接来咨询我 我是思悦 大家到时候可以直接来咨询我 可以来问我 就是关于学习方面的话 其实作为一个初学者 对吧 每个人其实 从最开始学习的时候 其实都还挺迷茫的 对吧 重点就是你最终 能不能走出这个 砍 走出这个初学的这个砍 把这个 就说实话 像学习的时候 如果你把这个砍迈过去了之后 像我当时的话 其实就是做过一些项目 然后就把那个 相当于自己已经有了这方面的一个 开发能力了 对啊 有了一定的这个开发能力 然后对于这个整个的这个内容 其实 慢慢的其实就了解了 然后 说实话 我学到现在啊 也有蛮多年了 蛮多年了 确实我忘记数了 从事这个行业的话 我应该有个 应该有个五六年吧 应该有个五六年六七年的样子 就是做这个 做这个行业啊 对 然后一直在不断的学习 因为其实你做开发的话 你不学习就代表着什么呢 不学习就代表着落后 不学习就代表着会挨打 不是挨打的 就是 不是那种 字面上的挨打 是一种技术上面的挨揍 技术上面的挨揍 给大家签个道 还在同学可以签个道 好吧 对 还在同学可以签个道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分析这块 我们的挨揍 我们点开这个 这是我之前去爬的数据 这个是我之前爬的数据 第一部分其实是导入模块 然后第二部分是导入数据 第三部分的话是看一下这个数据的概连 看看有没有什么 缺失值 对吧 看看这个数据的一个类型情况 这些的 然后下一步的话 其实是对于这个数据的一个处理 对于数据的一些处理 处理完以后 这个是删除这个重复值 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删除重复值 然后这个是填充这个缺失值 这个是填充这个缺失值 然后下一步的话 也是对于数据的一个处理 把这个天数给它转为一个整数字段 对 转为一个整数 然后下面这一个的话呢 是不是天天都有公开课吗 怎么了 天天都有公开课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然后这一步的话是重置它的那个 这里也是处理一些数据 然后这里的话就是 将它的这个索引重置一下 将这个最左边这个索引重置一下 然后这里其实就是对于月份的一个处理 对于月份的处理 出发时间的一个处理 然后接下来就是去做一些展示 删除这个浏览量 浏览量为这个空的一个字段 删除浏览量为 然后浏览次数给它转为整数 浏览次数给它转为整数 这里是 然后这里是对于地点的分析 对于这个不同地点的一个处理分析 就得到说 整个这个旅游攻略里面 对吧 被访问最多的次数 就被发过最多的东西 就是这个三亚 然后这里面就是人均费用 对吧 对于不同地点的一个人均费用 是什么样子 对吧 给它分析出来 给它处理出来 那比如说三亚人均的话呢 大概是四千多块钱 对不对 不同地点的一个消费水平 这样一看的话 长沙还只要两千一 确确实实 可能确实长沙花钱的地方 不多吗 挺多的呀 奇怪啊 然后下面就是画图了 但是这个画图的话呢 只能这么看啊 因为这个工具总是出问题 就只能说给它转为这个网页去看 把它改成一个rondon 点一个html 然后转成html之后的话呢 再去观看 这样去看才会好很多 这是对于不同地点的一个情况 怎么打开这个Jupyter 你要去安装那个Arconda 你要去安装这个东西才能打开啊 勤快的懒大王在不在啊 勤快的懒大王 还有苏晨同学在不在啊 勤快的懒大王 还有苏晨同学 安装完了以后的话 你在你要打开的这个目录当中 在这个里面 你去输入Jupyter 然后一个LAB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打开了 好吧 然后回车就可以打开了 我发不出去啊 Jupyter LAB 苏晨同学还有懒大王同学 有没有想法跟我们系统学习啊 苏晨同学还懒大王同学 有没有想法跟我们一起系统学习啊 然后这里的话改成2.html 回车 然后运行一下它 这样的话就是每个景点的一个人均费用情况 暂时还没有 你是想要学了干嘛呢 我们这里就直接看图了啊 这个代码我就先不解释了 这里的话改一下 改成3.html 改成这种网页的形式啊 这是一些结伴的方式 还整挺好看的 你别说 出由时间分析 懒大王同学呢 懒大王同学 有没有想法跟我们系统学习啊 然后这个哈哈哈 这个不用看了 走得要死 你在武汉啊 你要过来 看我们吗 这个没有 其实要去掉 学多久可以进行兼职 看你的技术能力吧 看你的吸收能力吧 按照正常情况的话 按照系统课去学习 如果最快的话 最快的话是两个月的样子 然后慢一点的话 可能就是四个月的样子 好吧 最快的话大概是两个月的样子 因为我们这边教学模式的话 是一周三节课嘛 你如果想要快一点学的话呢 可能就是两到三个月的样子 然后慢一点的话呢 就是按照系统课去学 慢慢学的话呢 可能就是四个月的样子 然后到时候 你把这个基础和爬松 如果自己已经学完之后的话 到时候可以直接来找我 我会 就是你可以来找我问一下 关于渠道的一个发展的方式 好吧 可以来找我问一下 关于渠道的一个发展方式 因为现在跟你讲的话 估计你也怎么明白 所以还不如说你先学一阵子 然后到时候关于渠道的发展方式 方法的话呢 你可以直接来问我 就好 就好 就好